好,那授语动词又叫做双兵动词 好,那很快看一下 好,刚才讲到introduction这个部分 授语就是给予和赋语 所以我给你这个的东西 这个就是叫做授语 兵呢,其实就是指客人 来兵就是指客人 在英文的学习里面呢 比方说我们用这一幅的图来做一个的例子 今天我给这个的植物给你 你看哦,这个的植物在我的手上 拿到你的手上去 所以植物经过两个人的手 这个手听起来又像授 授词指的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指的是这个植物 是第一个授词 第二个的授词指的是你 所以植物先碰到我 然后植物再碰到你 两个的授词 那以这个的图片来讲 I give her a plant 我给她一个的植物 那在这边呢 因为give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后面加上了这两个的授词 因为give是动词 所以动词加上这两个的授词 那我们再来做一次的整理 那小节 做一个小结论 I give her a plant 因为give这个字 它有给予授语的意思 所以呢 它叫做授语动词 所以要有一个给 有一个授 这叫授语动词 因为her和a plant 这两个的授词 所以它叫双冰动词 但双冰动词不是指her和a plant 而是指give这个的字 是因为her和a plant 这两个授词 所以give又叫做双冰动词 因为它有两个的授词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body part 那我们知道这个双冰动词 授语动词的定义之后 我们来看看要怎么去做运用 I give her a plant 刚刚那一句话可以等于 I give a plant to her 你会发现到 奇怪 位置好像不太一样 比方说刚刚那一句话 要你去背起来 你应该有脑袋里面 应该会有这一幅图 I give her a plant 但是呢 你今天把I give her a plant her a plant 做对调 中间多一个了to I give a plant to her 这两句话事实上一样 可是如果你用中文去做解释 上面那一句话叫做 我给它一个植物 底下的这一句话 就比较不太方便 不太容易用中文去做解释 因为你可能会解释 我给一个礼物 给一个植物给它 那你就会多一个给的意思 就有点KK的 那相同的一个概念 你这个的植物 一生时时生百 一体同理可证 所以从这边都可以知道 这里所有的字 你看到那个中文 从give到send到send到send到land到right到thor 那我全部都用同一个的句型 当然你不会丢它一个的植物 也许小植物 你可以接住写它一个植物 对啊 我写植物这个字 所以也许说得通了 那我们刚才讲可以去做一个的替换 那这个的替换呢 全部都是to 所以to的太阳 照着这个to的植物 全部长出的都是to 那你可以用一个口诀啊 比方说给人物 等于给物to人 所以这里给人物 等于给物to人 这里全部都是用到to 但是有两个很特别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观念 这两个它使用到的是for 那刚好这两个都是b开头 bring和by 所以老师特别建议你 把这两个记起来 b开头的这两个字是加上for 那你一样用二分法去记 所以你就去记 这两个b开头的是用for 其他的你可以很大胆的 就是用to 那考试来讲 除非你考得很细 不然大部分来讲 这样子应该拿到90分100分没有问题 再更细一点 会用到of这个字 of这个字也有 像ask I ask him of a question 我问他一个问题 I ask him a question 就是等于 I ask him of a question 但这个部分不在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 最后来为猴子吃香蕉